周末阳光明媚 不想窝在家里 出去逛一下 这是位于纽约西的一个OLED 也就是我们说的奥特莱斯 它是由单个品牌的工厂直销店 集中起来形成一个墨 通常是卖这个品牌的过季商品 或者是稍稍有一点点瑕疵的商品 同一个商品 在装卖店买的和OLED买的 是有所不同的 不仅在价格上不同 肯定比装卖店便宜很多 但在质量上也稍稍低于装卖店的 它通常以大折扣 低价格来吸引顾客 有的甚至还折上折 现在疫情之后的奥特莱斯 已经远远不如疫情之前了 已经看不到以前的人潮涌动 沿着各个品牌店走立一圈 有的看不到一个人 有的稀稀落落几个人 已经没有了晚日的热闹景象 看上去很惨淡 美国人很喜欢把OLED 当做周末休闲购物的好去处 疫情之前 有的店甚至出现人挤人 记得疫情前 经常周末去奥特莱斯 往往有些店面 人因为人太多 限制人流 而排队进去 商家的大折扣也是一个噱头 实际价格其实已经没有 之前那么便宜了 疫情虽然没有结束 但是美国已经完全放开了 公共场合基本上已经取消了 口罩令和社交距离 我想并不是因为疫情 影响了人们的出行 而是因为疫情导致的经济萧条 使人们的收入减少 美国人习惯的非理性消费习惯 已经在慢慢的改变 真希望很快能恢复晚日的热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